我到 台南縣七谷 去看光電 破壞產業 破壞生態 台南最有名的就是88槍的光電壁案 就是血液甲的爐渣案 出來勇敢撿擊的是一個里長 結果呢 民進黨視而不見 很多的潔壁者 要站出來要立個法叫潔壁者保護法 民進黨說不能過 就不會過 所以很多的弊案沒有人敢站出來 就是民進黨 一直在包庇犯罪者 讓這些貪污腐敗的案件 沒有辦法水漏出出 這就是專制對不對 對 這就是專制 你想想看 這幾年人民過得多痛苦啊 痛苦的只是 創十年新高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我們 經濟成長率 只有1.42 創十四年新低 我們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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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發現 我們來看 這幾年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